好久不見,我是Li 我是Hilia 那今天一樣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新手爸媽 可能會需要注意的一些狀況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因為我們當時剛懷孕去給醫生做檢查的時候 第六週的時候吧 然後那時候那個衛教師就開始跟我們講一些 可能之後會做一些什麼項目啊 什麼的 因為我們自己是還沒有 對於懷孕這件事情做準備 所以要做什麼項目我們根本都不知道 然後那個衛教師就一直講一直講 講得差不多十多樣的檢查項目吧 就是把所有的未來需要要檢查的項目全部都講 對 然後我們就有點懷孕的 哈哈什麼什麼東西 就是聽了然後就忘了 所以呢今天這支影片就是想要跟大家講一下說 你可能會遇到的一些產階項目 如果你有這個能力去負擔這個價格 你當然要全做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是沒有那麼大的能力可以去負擔 所以我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有做什麼 但是你可能會遇到什麼項目 我們還是會跟大家講 現在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自費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S&A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就是腱凍人 他好像是驗什麼你的基因嗎 還是 對啊他是驗基因 你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基因 有的話那你可能外來的小孩就有機率性的遺傳到這個基因 這個費用就是每一家不同啦 那我們這家是2500 就取決於看你自己要不要做這樣 那我們是考慮後來我們是沒有做 因為我們好像家族都沒有這個病史 但這個其實醫生跟衛教師其實都是很基因推薦 對對對 因為畢竟是遺傳隱性基因 然後再來是TORCH 分別之所以驗工薑蟲啊 沒毒德國麻疹 可是沒毒德國麻疹是健保都會給付的 所以他這邊是額外會驗那個什麼巨細胞病毒 就是如果你有養寵物 或者是你喜歡吃一些生食 這個就是比較需要 因為我們沒有養寵物 然後也不是那麼常吃生食類的 所以這個項目我們也沒有做 因為我們當時都不知道這些 就是他就是一直講 就是我們大概就了解而已啦 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剛懷孕 或者是你有準備要懷孕 然後你有看到這支影片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可能大概會需要做哪些項目啊 這些全部都是從血液中去驗的 所以他當時是第一次跟我們講 然後就是你抽一管鞋就可以吃驗 如果你有想要驗的話 你可以就先考慮好 考慮清楚 你就不用一直去給他抽鞋 我們那時候就是沒有考慮清楚 就是然後就 也懵懵懂懂的這樣 所以後來又想要再驗其他的時候 要再抽一管鞋 然後就是甲狀腺功能的篩檢 這個醫生其實也蠻建議 有一些媽媽她沒有甲狀腺的問題 但是她懷孕因為荷爾蒙的改變 反而就是在中期 5個月6個月的時候 發現有甲狀腺的一些症狀 那時候就需要搭配吃一些藥物 萬一甲狀腺有抗靜或者是低落 一次會影響到胎兒的生命危險 甲狀腺功能的話 PILIA就有去做篩檢 因為她本身也有甲狀腺姐姐的問題 對對對 然後下一個是指滇前針 指滇前針就是我們一開始沒有篩檢 然後後來又考慮考慮 最後又做這個篩檢 如果孕婦本身就是過胖 BMI超過好像30吧 體脂肪過高 家人裡面有一些 慢性病的病史的話 其實也是會建議去做 她這邊是有講說 如果你是在第一孕期就檢查的話 檢查出來的紀律是8成以上 指滇前針可能會有的症狀 例如說像是養水減少 胎兒窘迫肺部發育不良 甚至是嚴重死胎這一種 如果你是在產後 或者是懷孕34週的話 是有可能會對孕婦造成影響的 像是肺積水啊 腦水腫啊 這些都是發生在孕婦身上的 不是小孩喔 腦水腫 是在你懷孕34週後 然後出現指滇前針的話 所以那時候也是我們考慮到 她是建議說如果你是出胎 PILIA較高 本身有高血壓 糖尿病 任一方家族有指滇前針的病史的話 都會建議做 因為HELIA是出胎 然後又算是BnI比較高 主要是想說對於就是 孕婦本身是有危險的 所以才想說那就去檢查 檢查結果也是正常的 指滇前針發生率是2到8% 低於糖氏症而已 就還蠻重要的 下一個是 液酸代謝基因檢測 維生素礦物質的吸收量 每個人不一樣 那我是覺得說 小孩要健康那媽媽身體也要健康 所以我就是去檢測這個液酸 看我自己本身的吸收率怎麼樣 那如果說檢測出來吸收率 有一些什麼建議的話 那我至少可以在運期的這段時間 就是多補充或者是適當的補充 才不會說自己不知道 然後攝取不夠 那變成那樣小朋友的腦部發育不足 液酸攝取不足可能會 胎兒體重過輕啊 然後自發性早產啊 這一種 都有可能 主要是神經 因為在前面 胎兒神經管缺線 可能會有無腦症啊 或者是畸形 都是透過液酸的補充 HELIA就有檢測 然後也是正常的 下一個是 維生素D3的檢測 那個HELIA有檢測 然後他就撤出來就是不足這樣 對 可是這個好像蠻意外的事 那時候檢測不足 然後醫生就跟他說 沒關係 藥不不不都無所謂 就就適量補充啦 D3好像是就是 透過曬太陽的方式 當然你可以透過吃一些那個啦 健康食品 他這邊寫說 如果D3不足的話 會增加可能像是 就也是跟小孩發育有關 對 最後一個是這個 X染色體垂折 基因檢測 這個就是檢查說 像是過動啊 視力障礙啊 這個好像是說 只要檢查一次就好 因為這就是一個基因檢測 如果你檢測出來 然後沒有這個狀況的話 那你就不用擔心說 你第二胎第三胎 對第二胎第三胎 對 所以就只需要檢測一次 這個也是我們沒有檢測的 我們沒有檢測 因為他畢竟費用稍微有點高一點點啦 他是加前面的那個 對 總共是5500這樣 我們這家診所 我們第一次去的時候 他就是跟我們介紹這一些 然後再來就是 到我們第12週的時候 第12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唐氏症的篩檢 先篩檢到可能有機率性的話 那你可能之後就可以做養活穿刺 然後如果確定是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要不要生下來 然後當時衛教師就跟我們講很多 因為唐氏症的話他還有講 就是我們自己 對我們自己就是也沒有做功課 當時我們就沒有聽到有這個 早期唐氏症篩檢 因為早期唐氏症篩檢的費用很便宜 是2000多塊而已 我們聽到的一個是比較 費用比較高的就有點嚇一跳 他是叫什麼 什麼NIPTO 就是他會結合基因 會檢視唐氏症 然後巴陶氏症 愛德華氏症 然後他的費用就很高 就是一次叫6800 甚至16800 2萬多 3萬的都有這樣 會檢查很多不同的基因 然後我們那時候聽到就想說 哇賽 這是怎樣 這要花太多錢了吧 我們就在一陣混亂的時候 然後在第12週 是需要檢查出唐的這個時候 衛教師就問我們說 那我們要做什麼樣的唐氏症檢查 我們就跟他說不要 我們就不要做唐氏症檢查 因為我們就被那個 1萬多塊的費用給嚇到了 我們聽完了全部 就只記得最後 然後前面的忘了 我們當天做完產檢 就一直覺得好像 哪邊不太對 我記得有出唐這個檢驗可以做 就趕快上網查一下 發現靠這個出唐檢測是需要做 早期來說是最便宜 準確率也算蠻高的 所以多半的人都會做 給大家一個觀念就是 早期唐氏症這一種 或者是NIPT這一種 全部都只能檢測出一個機率性 小孩子他得到唐氏症的機率性是多少 沒辦法準確的檢查說他是不是唐氏症 只有羊膜穿刺能檢查出他是不是唐氏症 但是羊膜穿刺就是會有一定的風險 反正就是建議大家可以先去做 自己要做功課 初期唐氏症檢查你一定要做 除非你覺得說你的小孩是唐氏症寶寶 你也沒有關係 你就是一定要生下來的情況 那你當然不做是無所謂的 可是因為這種我們都會說 這是對於寶寶是很辛苦 對於我們來說也是很辛苦 所以當然是有檢查是最好的 這個費用大概是在2000上下 就是每一家是不同的 這是我們目前有做檢驗的 應該沒有其他樂吧 沒有欸 因為我們現在是18週左右 然後再來的話可能會做一些什麼 任誠唐氏病的拆解 之後有做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早期 你在剛去的時候 你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真的一定要做功課 不然你真的會不殺殺 不懂在做什麼 然後你會想說這筆該不該生啊 那筆該不該生 如果你一次就做好的這個功課 你知道說什麼要做什麼不要做 就不會像我們兩個就是新手爸媽的 那個衛教師在講嗎 蛤蛤蛤 然後就是那個孕婦又有點孕傻 所以聽一聽然後就是 對 他真的他真的是懷孕之後 就是有很多時候是 他自己講的這個 然後下一秒就說 我剛剛不是這樣講 沒錯是 就是懷孕之後就不知道怎麼變這樣 注意力會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集中 所以真的就是 老公要好好的 注意一些這些狀況 我所謂注意不是注意老婆的狀況 是注意衛教師講了些什麼 然後你都要把它記錄下來 真的要去做功課 希望說大家不要跟我們兩個新手 傻爸媽一樣 就都不知道在幹嘛 這支影片就可以分享給你 已經有懷孕的朋友 或者是準備要懷孕的朋友 都可以 那一樣喜歡就記得幫我們 點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